北京时间11月12日,央视足球之夜,评选输2018赛季中超连赛的最佳正日游。 新科冠军上岗有四人入围,恒大则有三人在列,三位外人少古斯托,胡尔克和奥斯卡,阵容2.442排列,排名第三个路能有两人入围,国安和苏宁各有一人入围,门将的位置上,严俊林入围最佳阵容。 这一点应该说很有幸福利,严俊林本赛季的丢球最少,只有33个。 在上岗,严俊林的表现稳定,相比腾成和王大雷,他保持拳前,入选最佳阵容更有幸福利。 后卫线的两个中卫是苏宁的领王和恒大的冯霄亭,可观的说,这两个选择都多少有一些争议。 苏宁的防险稳定,与他来他有很大关系,冯霄亭的状态,并非最佳。 左后为李学鹏,右后为王瞳,两人都是裹脚,从整体对比看,两个人入选应该说也能让人幸福。 这次评选按照中超的最佳阵容规则进行,11人只能有3万元,足球之夜江明娥都给了中前场,中场上古斯托和奥斯卡领衔, 鲁能的金镜道和恒大的于汉超出任缘前卫,前锋线上,乌雷和胡尔克入选,整体上看,乌雷,胡尔克和奥斯卡全面不大,他们三人也是上干夺冠的关键。 奥古斯托是国安的核心,他的位置也比较灵活,可以上任多个位置,在国安的方辉不错,金镜道和于汉超在边前卫的位置上也是佼佼者。 金镜道本赛季的进步十分明显,而于汉超是横道边路最稳定的进攻点,整体上看,这套阵容符合规则,除了中魅的选择稍有正义吧,整体不错,你心目中的中超最佳阵容,都有谁呢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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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